这次饰演的角色是沃德勒 是一对兄弟里的兄长 这对兄弟可能在我自己做的人物小传里边 他其实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家庭教育的一个少年 然后但是呢 他确实又是在一个家庭成员里边 作为一个长辈的形象存在 作为可能没有那么懂事 但是又需要负责去做决定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意见的领导者 但是他又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对的领导 而且是一个很纯粹很自然的一个 自然生长的一个孩子 他比哈加布更多的时候 他是在做这个意见的领导和决定 凡是一个正常受过教育的人吧 我觉得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有一层舒适圈也好吧 就是大家常叫的名叫舒适圈 那或者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种禁锢也好 他总会控制自己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减肥 我在减肥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吃东西 我想吃 但是我会知道说OK 我接下来可能要做的事情不允许我胖 那我就必须控制自己不吃 就会有这层控制在 这两孩子没这个调节按钮的 就他们两个是我老大天老二 就是我开心了就行 我舒适了就行 我能生存下去就行 其他事情我一概不论 这样的人呢 他可能身上的矛盾冲突也好 还是说他身上那种性格色彩更强烈 就是其实在很多作品或者角色里边 或多或少的你会 会有这样的人物的影子吧 我觉得可能没有 我跟飞鱼演的这两个角色这么的强烈 但是大部分角色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影子 老李对这两个孩子不是画一个圈 告诉他们两个说你别出去 就老李的方式是指一个方向 说你往这走 能让你打心底里自己知道你想要什么 让你打心底里知道自己做什么是对的 其实导演自己心里边也不太清楚说 我能演成什么样 对因为太不一样了 对我之前演的角色 任何一个角色都没这样子 可能说那天订完妆之后 看到那个造型之后 可能导演心里也知道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可能我当时照完镜子之后 我自己心里也知道说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尤其当时做造型的时候 我还自己跟藏阳老师提了一些 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比如说说当时让他在我眉毛上 就很小 就是这个点很小 让眉毛给我做了一道疤 然后把我眉毛给分开了 因为我自己的眉毛特别明显 但是我觉得眉眼是最能改变一个人气质的 这个疤基本上大家也会觉得肯定是打架留下来的吧 晚上可能跟一帮混子们打架留下来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能起先角色性格色彩吧 我是看完定装那个状态之后 我大概也心里知道怎么样 我之前心里也没数 没这么野过 整个造型对于角色的帮助太大了 但你说起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好笑 因为赵尔老师之前跟赵尔老师也没见过面 也没合作过 然后这次见赵尔老师 就后来特好笑 因为发现我们的那个胡子发套是自己是要粘的 赵尔老师胡子和头发是自己的 我觉得赵尔老师已经把表演融进身体里了 我觉得表演还是单纯的 因为我本身对于航空航天 然后对于科幻也比较感兴趣 自己平时阅读的书里面 科幻也是占着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份额 然后我之前自己拍 之前拍广告的时候 也有演过类似的角色 那个距离差太远 我这角色需要给大家做的不是教大家什么 不是给大家传达什么 那可能我和观众一样 我也只是一个见证者 作为个人而言 我是一个个体的存在 但是我是属于这个祖国 我是属于这个集体的一个个体 流星其实本身也代表着我们这个戏里最重要的这个事件的一种说法 我们这个返回舱的降落可能在可能在那个阿婆的眼里 可能它是就是一个流星 那可能它在很多人的心里 它也确实就是一颗流星滑过了我们的天空 也滑过我们自己的心里 流星本身就代表着希望 就像那个阿婆一直信心念念的要看到这颗流星 就是一直在那里 就是怕自己有一颗注意力不在这上面就错过它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流星会许愿是一样的 这个代表这种更新里的希望和浪漫 白昼加上流星这个词 其实它那个反差意义比较浓 因为其实白天看不到流星 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很浪漫 就是这种极其强烈的浪漫感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想到比这个名字更适合我们故事的了 像我人生中比较有记忆 比较有记忆的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意识到大时代的事情 可能奥运 汶川地震 我觉得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集体主义感 那一段时间内你 你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吧 对于这种感觉会非常强烈 对于这种感觉会非常强烈